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生力和动力 从病例上讲 与内外因素的影响 分为头龙 腥龙 肥龙 胃龙 小肠龙 大肠龙 肾龙 骨龙等疾病 以其他疾病发产生齿巴龙 培根龙 血龙等核病症 什么是脏液里面的齿巴 相当于中医的活 但其作用和喊息光泛 它在胜利方面的主要功能是 产生热 调节体温 绑住消化 在病例方面 因齿巴失调 产生症状为肾热 皮肤 肱膜 眼面积消边滑晃 口壳 呕吐下泻 腹部张满 极凉 恶热等多种疾病 什么是脏液里面的胚梗 相当于中医的肥 吐 单气作用和喊息光泛 它的胜利功能为用化事物 调节涕液等 培根失调 病例方面引起皮 胃等消化系统 疾病和涕液 失调导致 省衰等 容易龙 吃巴共同作用 相互影响会形成多种复杂疾病的笔划症